張碧晴他有出來回應就是說 這個其實高宏安是公私分明 然後私人行程也都願意順帶 這個在高宏安議程 不要什麼事都政治化 請教一川兄 這個張碧晴這樣的說法 講得通嗎 不要假 你以為新竹市的媒體 新竹市的在地的朋友 都沒看過高宏安坐什麼車嗎 今天這個錢康明敢爆了 錢康明指的只是有什麼 兒童藝術節 這是什麼私人行程 錢康明也很可愛你知道嗎 他要離職進行 就說我告訴你們市政府的秘書 要怎麼處理 他說你們老闆人 如果坐這條車 第一個方法就前一個路口下車 提早下車不要有人看到 後來走過來就沒人看到 什麼你把車開到那裡 你如果車開到那裡 你就下車就好了 你就下車就好了 你就叫秘書下車 大家說什麼人問到 不是市長 所以台不是 什麼放在頭前 還叫市長又走回來 還可以整個人在接他的人 衝過去對不對 錢康明舉這個例子 我相信錢康明手上 不會只有這個例子 他們的局處長一定看過 高宏安坐過什麼車 不然不會這麼多 這個私俗庭 私俗庭他名下 他選舉的時候 要申報兩台車 一台BMW 一台Nissan 3500的 車很多 很多房子有四間 土地好幾筆 他叫他們共同持有的 這個房子也很多 他老公 私俗庭的老公 在今年七月一號 還被拼為北區的調節委員 北區的調節委員 要做調節委員 所以要抓夫一台車 老闆坐嗎 是這樣嗎 整個都飛去你知道嗎 然後呢我去這個副市長 副市長我早就要離開 我就去一個鄉 我早就身體就要落後 有什麼淒涼的感覺 他說我得下這些人 得下同仁 得下團隊 得下議長 副議長 議員 朋友 各界人士 媒體先進 哇 漏掉高宏安 他就是沒有感謝高宏安 他叫人喝奶茶 他說我是自費的 我是自費的 七百幾倍嘛 你如果一杯五十塊 還要三萬幾塊 他說我自己開啦 我不會用 我那些什麼特資費 這是凸顯高宏安 是不是都遊走法律邊緣 不是 高宏安的邏輯是這樣 他說公基金的時候 他又說法律說沒有不行 我現在坐這幾台車 法律有說 他不可以坐朋友的車嗎 還有法律規定喔 法律沒有規定 他不可以坐朋友的車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譬如說我們說 今天有人說 他住在什麼豪宅 法律有規定 市長不可以住豪宅嗎 也沒有啊 到現在整個邏輯就是說 不然你辦我啊 我居然選舉的時候 你們講那麼多 我還不是當選 我現在還在當市長呢 他的腦袋裡都覺得說 不然你辦我啊 你辦我啊 所以現在局處長 他們這幾個月 經歷了什麼事情 我們不知道 不過說到這個 局處長會不會覺得 膽戰心驚啊 這可能都有法律的 這個後遺症喔 可能都會有貪污的嫌疑啊 都已經走哪補的啦 我想像這個錢坎明 錢坎明是幫高雄安競選歌曲的 他選舉期間是教高雄安協助很多 他不可以去做這個什麼文化 文化局長嘛 你看他前往要辦房子的時候 他就是住這個房子 這就是新竹市局處長的官社啦 簡單簡單的 這是我們一般的公務的 你要看他的東西嘛 很簡單的嘛 這就是一個做局長 做局長 享受的這個待遇是這樣嘛 可惜他看到他們的市長 怎麼有辦法做這樣 那個什麼 你說什麼 嬌貴女神 那個麥克我當作是 雙米那顆不好 我那那個麥克是 我沒看過的 不好意思 我當作是什麼 這個是很歐洲 很歐洲車的啦 不是啦 就那個麥克 我們都沒看過 我當作是 有人去過的時候 那顆不完整 還是怎麼樣 原來它是一台 我們沒看過的車啦 就是說 你說做一個市長 坐這車子 新地區 出入入 很多人都有看過嘛 對 好啦 你如果說你朋友 你朋友把你抓住的 你朋友在離的 你朋友怎麼樣 你就公開說嘛 你就跟大家說 我就是要過這個日子啊 對不對 要來載我去看什麼 你就要開車來載我 我沒有要用公家的錢 那你就 你就很大方的跟大家講 因為他們市府說 要節省市府資源啦 這真的有節省 市府資源 這沒辦法節省 還是閒置市府的資源 不是 市政府有車吧 高峰安 有一台公務車 叫頭 A Alpha嘛 對不對 他出門的時候 如果公司 他要分得很清楚 這一段是私人 行程 他坐私人的車 那請問下一段呢 下一段 他剛下車的時候 那公務車要不要跟上來 然後他換那台車嘛 那兩台車 所以公務車 對大後拼嘛 你一次還兩台車的有呢 好啦 那台私人的車 你朋友他自己去加油沒問題 所以公家一定是用加油卡的啊 一定是用中油的 什麼加油 台縮加油卡 你那一張還是要跟 那一台車還是要跟著嘛 你的油錢還是在照付嘛 然後那個在上面開車 那個公務車的司機的薪水 還是要付嘛 那這樣反而是浪費資源 雙重的資源 所以我說 不要假鬼假怪啦 你想過這種生活 你就跟別人說 我做生日子 你就是這樣 是 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有一個市長 可以過這種生活 你現在去問 我做過市長的啦 就有一個館市長 唯一我叫他比拼的 現在又輸他了 叫中東進啦 中東進 坐一台五百萬 去嚴格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朋友說 坐這台給我坐 這樣不行 所以中東進現在 抱歉 抱歉 他說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朋友說給我坐 怎麼樣怎麼樣 高峰安這一次 完全連壓中東進 這台車加起來 比中東進移動城堡更貴